主導 跳桌子什麼什麼都來 紹興會是這樣 他是人來瘋的 你不要說他沒喝醉都是這樣 對 紹興 你展示一下 你在店裡最瘋狂的時候 其實還好吧 其實那是一種 生命的招待 你不想用生命來招待 對 客人來用生命來招待 你有多誇張 對 連生命都不要了 我跟他有招待 他有比生命招待更重要的態度 譬如說 陀宗康到他店裡去 對 然後他一看到陀宗康 陀宗康要跟他打招呼 紹興 他就跑走了 你知道嗎 奇怪了 陀宗康就坐下來 紹興就拿一個大裸 你知道嗎 然後陀宗康旁邊 跨 陀宗康來了 陀宗康來了 他就是這樣 用生命招待 用生命招待 我跟你講 紹興在我們學校 真的是滿特別的一個人 他真的是傳奇技能人物 他那時候我們要畢業公演 他跟屈宗康說 我不要畢業公演 那屈宗康就說那怎麼辦 這是真的事情 你們不要否認 不是 那這樣好了 我去買罐牛奶 牛奶喝下去 吐到地上 不是 我們還要等到那個教官走進過 教官走進來 要吐到地上 然後打電話叫救護車送到醫院去 是一樣的 那又不用畢業公演了 沒有 沒有 這是兩件事 這兩件事 都有這事對不對 講畢業公演好了 畢業公演呢 我跟你沒有畢業公演 他是演 沒有 那時候我已經畢業了 因為他後來變成跟小康同班 因為我參加國際影展嘛 好 好啦 好 然後他要畢業公演的 譬如說晚上要演 他下午 對 那不行了 對 大家都很慌張 他演男主角 怎麼辦呢 就送到醫院去了 救護車送到醫院 結果那個老師怎麼講 老師就說 小康 沒有辦法了 晚上的那一場 你拿著劇本上去演 沒有 結果呢 真的是小康上去演嗎 沒有 他就這樣躲掉 結果小康到醫院去指著他 少溪 你不要再給我裝了 你給我起來 然後他還這樣 怎麼樣 小康 我裝得很像嘛 他就是這樣的人 他要在畢業公演 讓全班的人都記得 自公演最精采的就是 你前面那一段 對 就是送醫院的這一段 可是像這種人 這個 他的行為和內心 這麼地奸詐 他做生意會可靠嗎 才會賺得到錢 無關不拖 無堅不傷 對不對 好 來 不過剛才一開始聊 既然要聊到 做大喝酒 不過還是告訴大家 那個酒還是要適量 好不好 有些喝酒不要開車 就來提醒大家 其實每一次講到喝酒 三個人講起來 都不承認自己喝醉酒 是什麼樣子 今天我們就找幾個證人來 因為他們的老婆 都看過那種慘狀 對 而且還要帶證物來 是 讓觀眾看看 你們喝了酒以後 做過什麼樣的一些 真的是糟事 對 好 來 一個一個介紹 我們老婆出場 首先是非常美艷的婷婷 來 婷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介紹妳出來扣住消息 妳拿一個 妳拿個洗面乳幹什麼 對啊 幹嘛 不要小看這個洗面乳 它裡面是鑽石索的 一個 一個要三四千塊 這挺貴的 對 而且 而且還要排隊等 但是這跟她喝酒有什麼關係 她喝酒後拿這個吃 最近 她有一次喝醉酒 然後她就 她就很懶得很懶得懂 然後她就順手就拿了我這個 把它全身先放 她拿這個洗澡 對 就是洗一個澡也將近兩三千 往後三千塊 然後呢 然後 我完全不曉得 來 來 真的是大商人 沒有 你看她現在在這裡很緊張 這是新奶還給我的 OK 她把它洗光了嗎 就平平的躺在那兒給我看 我整個尖叫 所以妳喝醉了 妳不曉得這是洗臉的 有一次我喝醉了 我不曉得放到 我以為是沐浴 我就打開了 洗身體 洗腳 洗完 對不起 還帶踩到 直接擠到馬桶旁邊 旁邊也都是 然後整個地板都是 那後來我就到床上去 我洗完我的躺 我也 我沒有太醉了 就你不然 你不會自己的這些事情 結果我覺得是還不錯 滿香的 但怎麼洗都沒有泡沫 就一直在洗 對 再洗 再洗才把它洗完 幾乎洗光掉 隔一天才知道 她隔一天才想 隔一天才知道 然後我趕快把那個湯匙盤子 拿來趕快挖 能用了就用 就挖到一盤碗 然後我馬上拿來去 我腳的腳直 然後可是我是真的含著累 而且那一條也是剛買 請問一下 這一條 買這一條大概有多少錢 大概快四千塊吧 大概四千塊錢 很貴 所以那個早花了四千塊 沒關係嘛 金融風暴花了四千萬而已 沒有 凡紹興最近餐廳賺錢嘛 對不對 沒有 這四千塊而已 社會整理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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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要求自己說有多紅什麼 但至少要照顧這個社會 是 沒錯 我覺得他是來嚴國父嘛 在我們這裡 好,來,謝謝 兩位請回座 謝謝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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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回來這座 好,那接下來呢 第二位要來控訴的是 不是Vicky啦 陳薇林小姐 好,來,快回來 Vicky大帽老公酒後會家暴 結果剛好我要兇他的時候呢 他比我更兇 他惡話不說 就把剛剛所有買的那個 飲料什麼的啊 全部往牆壁上摔 然後就開始 用很難聽的那個 等一下 髒話啊 等一下 我是第一時間就摔嘛 我記得我還有 罵一罵再摔的 對 而且他就是... 薛哥這樣有好一點嗎 沒有 沒有 OK 他不想顯示他大男人的那個感覺 然後就是破口大罵 而且是罵很兇 很難聽的什麼 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 對 結果後來他就這樣子 你把我踢開 他踢你 真的嗎 這樣 薛哥 我有踢開嗎 我有踢開你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怎樣 等一下 自己揣摩一下 把剛剛那種一進門 開始丟飲料的 用微妙微笑的演法來自己演 可是不行啊 這個都會一直消音耶 就會逼你 沒關係 講出來 我們消音啊 你什麼都不說假事 像什麼我在說的 你還講什麼 我跟妳講 你不知道這樣子嗎 還要不要結婚啊 不要結婚了啦 而且 氣死我了 明星久後不可思議 正面目廣告後 馬上大公開 好 來 開始 一個拿的比一個奇怪了 你拿個臉盆 然後拿個衣服 這是證據 這好髒哦 對 沒人小碰吧 不是 因為我們當然沒有辦法把 當時的會物拿出來 好酸哦 因為都已經十幾年的事情了 對 然後這個是我是在 再把它做一下 當時圓緩一下 其實當時是更離譜 其實是整個都是尿 這個事情是發安在 他跟我爸喝酒的 因為老丈人很愛喝 他就跟我爸喝 我要不是為了你 我會跟他喝嗎 他是誰 他是誰 跟爸爸喝嗎 對啊 對啊 而且喝完酒之後 就沒大沒小賴 他喝醉那一天 還跟我爸怎樣 不能拍 還唱拍我爸 陳爸 妳在喝 我現在先去尿尿 就要扶他 那扶已經到廁所我就走 結果後來我媽媽就大叫說 妹妹 你快來看映明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家的那個 廁所門口有一個花瓶 他把那花瓶拿著 就把褲子拉起來 然後下來 他尿在那花瓶裡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懷疑說 我說是花瓶 廁所在裡面 然後我就趕快推他進去 你知道 他就說 我知道 然後他就進去 進去之後好來就好 尿完就出來了 跟我爸繼續喝 這個時候我就想 換我 我想要去上廁所 我就進去廁所 我一進去我就 我想說是尿在地上嗎 可是地上完全是乾的 沒有 所以往旁邊一看 我媽要幫我泡衣服 你知道嗎 然後當時其實不是 不但是白的 還有我的白色的那一發在那邊 要我媽媽泡冷洗劑 要洗的 全部上面都是黃的 然後還有 怎麼這樣 我跟你講 不是他是誰 而且最終 最可惡是死都不承認 他說 洗飯也喝醉了 又不是我一個 這個很可惡 對啊 因為我們大家都喝醉 你也不能說 完全就是 賴到我這邊 對啦 我是外人 我知道 你們不要把我 這樣子欺負我一個外人 對不對 好 不過聽到這個 大家都覺得 哪有這麼離譜 待會兒還有更勁爆的 好 來 請回座 來 第三位 Vicky 拿回Vicky 有沒有 說你 這就是你沒尿道的地方 Vicky 你連拿這個都要抖衣 我拿醉 什麼意思 屈哥 你要湘西 給你 然後你老公代言馬桶 劉德華被幹掉了 真的 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 你要拿 你是要拿給順利民看嗎 希望馬桶炒商 有機會可以教我一下 這也是屈哥的故事了 不是 你是要講那個 我跟邵溪在高中時候的事情嗎 不是 沒想到你把這個習慣 都帶到了 家裡面 現在 對 怎麼樣 他做...